年关就要到了 之前还有民众担心 今年可能年终领不到 不过今年加起来 亏了千亿元的台电和中油 还是有年终奖金可以领 而且上看三个月 赔钱还发出这么多的年终奖金 让许多人一听觉得不合理 不过中油董事长却替员工喊话 他说他们其实很辛苦 领是应该的 每道油价要涨 就算只有一两脚 民众也是斤斤计较 总是大牌长龙抢着要加油 但中油一整年还是亏了424亿 台电也没好到哪去 虽然电价已经调涨 但两家国营失业 今年1到11月加起来 已经亏损了1094亿 总亏损金额已经达到2000多亿 以一般民间公司的标准 这样的绩效绝对不合格 但中油台电的年终奖金 去照编三个月 我想中油公司的员工 他是都是很努力的 在执行他们的职务 这一点倒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 那么至于说绩效奖金 那往年都有绩效奖金 这个绩效奖金是看我们的 这种整个公司的表现 去年赚了300多亿 今年却亏了424亿 来回差了700亿 中油董事长却自认合理 要帮员工争取福利 亏钱还能领年终 听在百姓额里 实在不是滋味 这是领的 我觉得我心里头很难接受 我觉得他们领的 不是很理所当然 绩效做不好 有年终奖金 本来就很不合理 今年景气差 很多劳工根本不敢奢望 年终奖金 但国营事业却是 你骂你的 我编我的 共体时间4个字 中油台电 好像很无感 这位先生王淑敏黄木翔 台北报道